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傻不傻就不傻 要夸你就夸 要骂你就骂 做人一世不堪假 少年大英雄 仇人到他 不成章的蜡 小的也不差 少年大英雄 投降他 凡事不能靠老爸 自己炒天下 少年大英雄 世界高 少年大英雄 世界高 最善叫老的蜡 小的也不差 少年大英雄 投降他 少年大英雄 凡事不能靠老爸 自己炒天下 问你一生怕不怕 不怕不怕就不怕 人里不柔傻 身后无牵挂 上前一度敢说话 问你一生怕不怕 问你一生傻不傻 不傻不傻就不傻 要夸你就夸 要骂你就骂 要骂你就骂 做人一世不堪假 少年大英雄 投降他 也大 人家小的蜡 小的也不傻 少年大英雄 兵士小的蜡 凡事不能靠老爸 自己炒天下 少年大英雄 少年大英雄 自己炒天下 少年大英雄 小的也不傻 少年大英雄 兵士小的蜡 兵士小的蜡 兵士不能靠老爸 自己炒天下 少年大英雄 少年大 少年大 兵士小的蜡 小的也不傻 少年大英雄 兵士小的蜡 兵士小的蜡 自己炒天下 少年大英雄 少年大英雄 听着 五奉楼前呼万岁 万岁万岁万万岁 比你那个万岁爷前呼万岁 枪出百倍吧 嗯 皇上初来胜过我 何止千倍百倍啊 我现在是十全县里叫老爹 老爹老爹老爹老老爹 没气也没破了 哈哈哈哈 你又对上了 那朕再出一点 古今来英雄豪杰 圣贤帝王 成就了惊天动地的功名 到那时垂公九重 享受万方玉石 对下来吧 过往的老爷相公夫人小姐 抄话典冷菜残羹之赏赐 这便是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你怎么用叫花子的口气对阵呢 欺禀皇上 有人要打我 所以我想起了过去的要犯生涯了 学生叫子无方 唐突皇上不胜惶恐 你不惶恐 朕惶恐啊 不知道朕到十全县住在哪 难道也要像要犯花子一样 蹲门洞睡庙台吗 不不不不 我就看见皇上和两人方丈两个人 皇上 随家的人马都到了吗 你把沿路抓起来了 上千人一起到了 住处怎么解决啊 所以朕只好和了然方丈来打前站 你准备如何安排朕的食宿问题啊 嗨 我早想好了 你就住在县衙 我把县衙搬到东山寺去 那不等于向别人公开了朕的身份吗 你还是留在县衙办公 了然方丈和新元小和尚住东山寺 朕就住在你家里 啊 你要住我家啊 啊 听说你的长随富尔勒因为偷窃银两 被你关进了大牢 正好空出了一个位置 朕要顶替他当几天长随 皇上 你怎么什么事都知道啊 朕要是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当皇上啊 奴才给主子请安了 不用多礼了 谢主子 你们下去吧 许安 在 我让你打听的事 打听清楚了没有啊 主子 打听清楚了 十五阿哥化名福尔勒 对对子输给了陈文杰 当了陈文杰的长随下人 跟到了十全县呢 陈文杰对对子赢了皇上 九岁就做了状元 现在又迎了炎儿 成了皇阿哥的主子 皇口小儿哪来这么大福气 好像爱心觉罗一家子 几辈子欠了她的 主子 听说十五阿哥是故意输给她的 制造机会接近她 是 永延在宫里有丫头太监伺候着 这会儿当了人家的长随下人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委屈 你见没见着她 黑没黑瘦没瘦 还没挨过人家的打骂 回主子的话 奴才没有见到十五阿哥 我让你干什么去了 我不是让你找永延 带她来客栈见我的吗 是是是是 奴才该死 主子容炳 讲 十五阿哥他没有在县衙 他被陈文杰 关进大牢里了 反了反了 陈文杰好大的胆子 竟敢如此对待永延 主子 您先别着急 十五阿哥没有亮出真实身份 当长随抓个错关进大牢 这不算稀奇 稀奇的是 这九岁小支县竟然胆大包天 他把回乡守治的二品侍郎炎璐 也给抓起来了 什么 皇上发了名诏小御全国 率领文武大臣后宫嫔妃林姓十全县 要观赏炎家祖坟里的祥瑞千年灵芝 要拿炎璐这个孝子给百姓看 以孝道唱之天下 陈文杰竟然把炎璐抓起来 这不是慕无君主公然犯上吗 皇上非撤他的职霸他的官 灭他的九族不可 柱子 皇上 皇上他真是高深莫测呀 他得知这一情况以后 不但没有发怒生气 反而决定住进陈家 顶替十五阿哥做长隋 不回史泉客栈来了 真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 皇上要学儿子当长隋下人 他什么意思 他是犯贱哪还是有病啊 请请请 先生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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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请请请 老爷您回来了 陈老爷回府 老爷您带回客人吧 这这这不是什么客人 是新部的长隋顶富儿乐的去 老爷你看那岁数比你还大 顾回来干什么白吃饭啊 经理朋友推荐来的 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 不差他一万饭 这是铁蛋铁足管 哦 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哟哟哟哟哟哟 别来精油子这一套虚词啊 京城闯难过 当过高升客栈店小二 你根本不可能听说我是谁 怎么能如雷贯耳啊 说实在的吧 姓什么叫什么 我我姓艾 叫艾江山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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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风 爱江山 你就直呼其名好了 爱先生 老爷 我就再说一句 老爷可以叫你的名字 你可不能你你我我 没大没小 没上没下的乱叫 那我该怎么称呼诸位 这点规矩都不懂 你怎么当长随 爱江山 以前富尔勒呢 叫我老爹叫老老爷 叫我小老爷 自己叫小的 你接富尔勒的班 你跟他一样吧 小的 好吧 小的明白了 这头一天 你就不必拘泥这些称呼礼节了 咱们先回客房休息 你就睡富尔勒空出来的那张床 请 到底你是长随 还说我们家老爷是长随 一个下人大模大样端架子 你懂不懂这张规矩你 我 小的错了 老老爷您先请 奴才不敢奴才不敢 老老爷 如今你是主子 小的才是奴才 哎呀好了好了 我我肚子饿了 我吃饭去了啊 快快快 老老爷请 好 师傅 你找什么 老娜看看这院子有没有后门和脚孕儿 这是臭小子和他坏婆娘的家 有后门的 你进过真院子 小和尚夜叹严加坟地 被非贼的子母彪打伤了 我然后就中了剧毒 昏倒在石泉河渡口 幸亏轻衣师太路过救了小和尚 待小和尚到这里来治好了伤 所以我知道这里有后门的 我很了解这儿 轻衣师太叫什么名字 他没说 小和尚也没问 他还住在这里吗 师太已经走了 他对小和尚特别好 他离走之前 每天晚上都到东山寺 陪着小和尚练武 他的武功属于哪个门派 小和尚看不出来 你的江湖经验太少 没有防人之心 轻衣师太接近你 恐怕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轻衣师太不是坏人 是好人 小和尚想要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看他喜欢小和尚带的佛珠 小和尚就想把佛珠送给他 可是他不要 小和尚告诉他佛珠里 有一百零八种绝世武功的心法图谱 可是他也不要 武林中人知道佛珠的秘密 谁不垂涎三尺 哪个不想占为己有 轻衣师太竟然无动于衷 此行为实属反常 信远 他还对你说些什么 师太没说其他的 就让小和尚好好地保护这串佛珠 带着他就能找到爹娘 师父小和尚的爹娘到底是谁呀 师父现在不能说 以后有合适机会一定告诉你 记住 师父的方外老友住进了这个院子 拟有师徒有责任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就是豁出死也不能让外人伤害他一点点 小和尚知道了 这院子从外面看不出什么异常 咱们先回你住的东山寺 晚上再来打他护卫 走吧 王上 请用茶 田青云 在 我住在府上假扮常随 就要扮得像模像样 你就直呼爱江山 我不怪你 万万不可再喊皇上万岁爷了 众人面前草民自当遵命 现在没有外人不敢放肆 你怎么自称草民呢 你是相识戒缘又功名在身啊 学生有幸 宇天妍尽在咫尺 不免诚惶诚恐 战战兢兢 不知如何称呼才是啊 春天在京会试 我和你有缘相逢 在你的试卷上挑了一个错误 提了一首调侃的颠倒诗 罚你回石泉县当判通 官知不明不白 身份不干不干 你心里一定在恨我荒唐无忌吧 学生岂甘有丝毫怨恨之心 付费之意 皇上欲比批点纠正试卷中的错误 惶恐之余 唯有感激涕零 无比荣幸啊 那首颠倒诗你还记得 皇上圣训 刻骨铭心 永志不忘 嗯 背来听听 翁仲如何做众翁 二知读书欠复功 想来不得唯林汉 罚回石泉做判通 哦 背得一字不差 可学生的学问太差了 众翁是二大爷 翁仲是坟前立的石头人 学生考试卸颠倒了一个字 把石头人变成二大爷 一笑大方 陈青云 你可知道 我寄星做的打游诗 并不是存心戏弄于你 如果是那样 岂不是降低了我天子的身份 我有意让你蒙寿冤屈 回石泉县帮你九岁的儿子执掌宪政 不知你能否理解 盛聪高远 学生愚钝 难以猜测深意所在 哈哈哈哈 世人都以为我是兴之所致 仅凭街头偶遇 对了几幅对子 就封了陈文杰一个新科状元 并且派回了石泉县做了支县 错了 这是我有一步的局 你和陈文杰都是我摆下的棋子 学圣愿做皇上的过河族子 直到哪里打到哪里 勇往直前誓死不回头 嗯 你有这份忠心就好 石泉县三省宵戒 山高地壁匪幻不断 朝廷几次清剿都不能斩草去根 机缘巧合 使我亲典九岁的孩子做了支县 本意是想给山匪乱党一个错觉 让他们误以为 有机可乘兴风作浪统统入我网中 圣上天纵英灵 巧是引蛇出动之际 学生佩服得无提投地呀 唉 智者千律必有一失啊 没想到九岁的孩子做了支县 竟然把一个县治理得井井有条 安定祥和 老百姓安居乐业 感恩戴德 非患从而平息 乱党销声匿迹 这虽然说和我的初衷大相径庭 却是好得很 据此看来 我当初不该把你罚回石泉县 辅佐陈文杰 你是一员能力呀 学生弄巧成拙帮了圣上道忙 罪该万死 唉 你有功无罪 我也不愿意网动刀兵 如果所有府县都像石泉县这样 励志精明 百业兴旺 大清天下何愁不是永远的太平盛事啊 这次寻刑完毕 我要重用你 把颠倒的判通两字 再颠倒过来做通判 学生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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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老爷 您这干什么呢您 我把福尔达的拖鞋找出来 给爱江山穿 老爷您弄颠倒了 您是主子 他是奴才 这事该你干的 对 小的该死 我这人做事总爱颠倒 别别别 把水接过去干吗呢 你 给老爷洗脚 一点颜色都没有 放床前面 好好好 给老爷脱鞋脱袜吧 这事还让人教我 真是 老爷您坐 坐 铁总管 你快去忙别的事去吧 老爷 小的是特意来安安安安江山的差事 帮他熟悉环境的 那他 他的差事由我定 你 你就不用管了 你 你走吧 我想静一会儿 真的 那我走了 好 告退告退 走 快来干活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皇上 皇上 奴才该死 去去去 王子爷 快坐下 来 来 奴才给你洗脚 王子爷 我给你洗脚啊 好 老老爷爷 您坐好了 哎 哎 把鞋脱了 哎 好 脱了袜子啊 哈哈 哎 小的给您洗脚 倒 啊 啊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妹 陈青云今天带回来的长随 埃江山来历不明 十分可疑啊 这个 陈青云跟我说过了 埃江山是他京城的朋友推荐来的 以前做过通判 被上司陷害丢了关 当下人一时放不下架子来 不过 凡事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再有半个月 乾隆就到十全县了 朝廷必然派出大批鹰犬 明理 暗中保护他的安全 师父临去九天娘娘庙 也千叮咛万嘱咐咱们 一定要小心谨慎提防 咱们既然已经决定 要在乾隆观赏祥瑞那天 实施付出计划 眼下正是生死成败的关键时刻 好 我就想一定要提防 绝不能让衙门的密探混进来 可是埃江山已经有六七十岁了 有可能是衙门密探吗 我看他武功身藏不漏 不能掉以轻心哪 好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明天 我去摸摸看 他到底是哪路神仙 你是谁 有刺客 活着 活着 你靠我 我来保护你 你 我不怕你 好 我去 来呀来呀 大胆猫贼 这里是陷害爷家 还不滚开 老老爷 猫贼已经跑了 艾江山呢 没没没 他把猫子打跑的 没有啊 刚才还在我身后啊 这一眨眼功夫 你说跑哪去了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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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这 看着像什么样子啊 这 这是邵夫人 赶快行礼啊 快点 老老爷 你没告诉府上还有女主人 她是我的儿媳徐莲 这片宅子也是她家的产业 我和臭小子赞助在此 现在也才九岁 有这么如花似玉正当方林的夫人 这说来话长啊 我以后慢慢对你讲啊 小的爱江山见过邵夫人 来两个小毛贼就丢开主人不管 吓得钻到床底下 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做老爷的长随呢 要想留在府里就当杂役干粗活吧 那怎么能行呢 爱江山是我经中老有推荐过来的 不看僧面看佛面 老爷 小的愿意听从邵夫人的安排 留在家里干粗活当杂役 你会干什么粗活啊 不会干可以学嘛 邵夫人啃赏口饭吃 小的就感激不尽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伺候老爷休息吧 呃 这 皇上 你快坐坐坐 皇上 我来给你洗脚啊 走 你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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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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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下留人 啊 咱们是你 哎呀 果然是民师出高徒啊 方丈如果不出手相救 我这条命就送在他的手里了 啊 我看见你鬼鬼祟祟的跳进这院子 还以为你是贼呢 想伤害师父的方外老友 嗯 哎呦 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 为主子听说爱老爷 住进九岁支县的家里 这放心不下 命我前来打探暗中护驾呀 哎 阿弥陀佛 一场误会 快给公公赔礼 阿弥陀佛 小和尚赔礼了 不必不必不必 哎 方丈 我看这佛珠怎么那么眼熟啊 这是不是九年前在荷花堂出现的那串佛珠啊 你还记得 发生在荷花堂的故事 就不该以怨报德 拒不悔过呀 你是说 小和尚是当年你救走的那孩子 正是 哎呀 哎呀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汪主子恕罪 主子恕罪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刚才还要跟小和尚打呢 现在怎么又跟小和尚跪下了 师父 奴才有眼无珠啊 主子恕罪主子恕罪啊 什么主子 我是小和尚不是主子 出家任吴家四大皆空 公公快清起 不要对任何人提及过去 荷花堂边的那个孩子已经不在了 站在你面前的是小和尚心缘 切记切记 免得增加许多是非 惹来无尽的烦恼和杀戮 奴才多谢先师徒不罪之恩 我绝不敢说出去 奴才还想保住脖子上这个吃饭的家伙呢 阿弥陀佛 主子 奴才回来了 你见过皇上了 把我的话传过去了 皇上答不答应回来 回主子的话 奴才没有把差事办好 刚一进徐宅 就被暗中护驾的了然师徒 当作刺客 穷追猛打 奴才没有见到皇上 也没有说上话 你就这么回来了 白跑一趟 主子 也没有白跑 奴才打听清楚了 知道皇上和陈青云住在客房 了然师徒昼夜守卫 主子您尽可放心 我如何放心的下 皇上要体察立风民情 微服出行 就选了我们几个人随龙护驾 一路上我担惊受怕 唯恐出了什么差错 到了石泉县 原以为能住进严府 高墙大院容易保护 另外还有十五阿哥 熟悉石泉县的情况 而且身手不凡 又持有金牌令剑 可以就近调兵遣将 周密布置 不会出什么纰漏 谁曾想 小支县却狗胆包天 竟然把十五阿哥和严侍郎 一同关进监狱 我们白龙渔府落脚客栈 就够危险的了 皇上还一想天开 去当什么常随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我就是千古罪人 千刀万剐 也难究其责 主子您知道 了然方丈神功盖世 他那个徒弟更是深不可测呀 奴才刚刚和他交过手 放眼天下更是无人能与他匹敌呀 再说皇上又身负上乘武功 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一路同行 我怎么没听了然说过 他有徒弟相随 怎么凭空里冒出了个徒弟 奴才问清楚了 心远是陈文杰的拜靶子兄弟 今年春天 了然派他保护陈家父子走马上任 他就留在了十全县 陈文杰一个九岁的毛孩子 就有结拜兄弟 心远也是九岁的小和尚 这是孩子们闹着玩的 学大人拜靶子 可比大人还认真 还当回事呢 现在的孩子都像大人 可是大人却像孩子 皇上都六十多岁的人了 不顾身份不要尊严 去当长随 被人家呼来唤去 吃苦遭罪 他到底想干什么 哎呀 哎呀 嗯 嗯 嗯 哎呀 嗯 嗯 皇上 皇上 这哪是你干的活啊 来来来 让老衲来替你代劳 这 这打不起来呀 你快教我怎么打 晃你们下 好好 这就对了 皇上 水桶满了 你把它跳到后院去吧 院子里面有人 老衲不便代劳了 好好 好 跳担子要跳中间 保持前后两只水桶平衡 跳一头多费劲啊 还不稳当 皇上 这样跳担子 就不会前绝后阳了 明白 皇上 当心啊 皇上 皇上 挑担子 脚要站稳 皇上 挑担子 脚要站稳 皇上 挑担子脚一定要站稳 腰板要直 全身的劲儿 必须随着扁担的节奏 不让水桶左右摇晃 哎呀 一旦水也这么难挑啊 看来 当个园顶也不容易啊 你看看 肩膀都磨红了 压肿了 皇上 您还是别当着干粗活的苦力了 回客栈下榻去吧 均无戏言 我深入陈家 考察九岁支县的才干品行 岂能半途而废啊 哎呀 万里江山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这两通水我都对付不了 我就不信这个邪 今天啊 我非把他挑到花园里不行 皇上 皇上慢走啊 艾江山 挑水不用扁单用手提 你可真有办法啊 少夫人 这算不上什么办法 少林和尚提水 从来只用两只手 不用扁的 用手提水 这是少林和尚 练轻轻功的独家法门 你出身少林吗 少夫人抬举小的了 小的没当过和尚 小的用手提水 是因为扁的蛇了 哼 所以你用粪桶提水 小的不嫌臭 没有大粪臭 哪来五股香啊 想不到 你出口成章啊 小的 胡乱读过几本书 读过书 那我出个对子 你对对看 好吧 少夫人请出上脸 Oy 古简Party 你对そ 你说你当了 书 我亦他 这样 我再许一个上连 你对对看 一支玉兰 两个粪桶 并脚斜插一支玉兰 肩膀横提两个粪桶 少夫人并脚斜插一支玉兰 老常随肩膀横提两个粪桶 少夫人请让啊 小的要给花浇雪了 来 江山 花园里的水是你浇的 是我浇的呀 少夫人吩咐的有什么不对吗 花都浇烙了 你怎么随便打人哪 滚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我干得好好的 你凭什么叫我滚啊 你 你干得好好的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你这种混账东西大笨蛋 我也是头一回听人骂我混账东西大笨蛋 我 我跟你说不清楚 你要再不滚蛋 你非把我活活气死不可你 师父 你的老友还辫子抽了 小和尚要不要下去保护我 下人都走了事 受到管家责罚理所应当 我们不能出头探户 这管家也太狠了 谁 哼 原来是只鸽子 铁宗馆总是这么大惊小怪的 小小支县的住宅用得着防范这么严密吗 你少多嘴 鞭子没挨够啊 痛会儿滚蛋 我就是滚蛋也要等陈老爷回来 你没有权力隔着主人辞罪我 我就是这儿的主人 我叫你滚就得滚 你是这儿的主人 你把陈家父子置于何地 我想置于何地就置于何地 你要再敢多嘴的话 我今天用鞭子抽死你我 你敢随便打杀我 你就不怕大清王法 大清王法说个屁 大清朝在我眼里就像是抽大份 乾隆老儿 我想杀就杀 你想造反 造反就造反 先生 我来对付他 快住手 刚才臭小子叫你住手 你为什么不住手 你不听臭小子的话 小伙子就打你 打得你又舍不得翻身 你为什么打人啊 你问他 夫人叫了浇花 他把花都浇烙了 不该打呀 该打可轮不到你打 我是管家 下人犯错 我不打谁打呀 小老爷 他打我 还要赶我走 我说要等你回来 他说他是这儿的主人 他说了算 你是这儿的主人 你说的算 那我问你 这儿是不是石泉县 治下的地方 是 石泉县 谁最大 谁说的算 说 臭小子问你 你就得说 石泉县小老爷最大 说的最算 可是你看他 我说了算 你不许赶他走 花烂了就烂了 看花就去荷花堂 十里荷花最好看了 小老爷 他连浇水都不会 你留着他不是白吃饭吗 哎呀 铁松管 艾先生保读诗书 博学大儒 经文满腹 徐连让他干粗活 那是大材小用 艾先生啊 我看就改作兮兮 请先生还是 教小儿读书吧 他已经是状元支线了 我能教他什么 哎呀 可教的很多呀 你对他一定要严格要求 不能放纵了他呀 嗯 好 我一定不负东翁重拖 好 文杰 快拜过先生 啊 拜过先生 好孩子 起来吧 师哥 怎么样 我让你试探艾江山的武功 他到底会不会啊 我抽了他几鞭子 他一直没有还手 像三家狗一样赖着不走 我看他不会武功 这么说 他真的不是蜻蜓密探 只不过是落魄的通判 陈青云聘他做了家中的西席 当陈文杰的老师 让他教臭小的读书 那这下 可有热闹桥了 对对子 他肯定对不过陈文杰 这下可有桥的了 老师教不了学上 他教得了教不了 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不过 对他的监视 可不能放松 我老是觉得 这个艾江山 来路不明 现在 乾隆就要到石泉县来了 我们的复仇计划 再次一举 千万可不能大意 师妹 你大仇未报 我没有一天可以忘记的 只怕能早一天开着行刺 早一天杀了乾隆那个老贼 碎之万顿为你出气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 在京城的时候 我几次要冲到皇宫 去刺杀乾隆 都被师父拦了回来 说是怕我有去无回 现在 既然乾隆老贼 自己跑出自京城来送死 我就要亲手杀了他 祭奠我虚家 三代的冤魂 哎呀呀呀 这皇上吃了这么大的苦痛 这都怪学生 保护不周啊 罪该万死 万死莫属啊 我从出生到现在 还真没爱过鞭子 想不到在石泉县 补上了这一个 皇上 这铁袋呢 是徐家的总管 这要是我家的下人 我哪能让他如此放肆呢 那我早就夺过鞭子抽他 叫他卷铺该滚蛋了 你不必担惊害怕 我这顿鞭子挨得直 懂得了水浇多了 花也会烙死 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啊 皇上啊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尽量离铁宗困远点 也不知哪儿不对劲啊 他好像对臭小子满怀恨你 处处找茬给白眼看啊 我跟这臭小子 当倒茶门女婿 端人家的饭碗日子难过呀 害得你和永延 也跟着受气受委去 这个莽撞汉子 作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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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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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不用去追 梦咬碎就让我再多一点睡 山水苍茫 天地尽头才会 这一生一世的奔波 很累 还不会忘了有望 好想流泪 梦不会就让我和最后一杯 看儿女情长 又伤心头又沉醉 那一副一笑的模样很美 小小年纪就要学会面对 有些事想起来真让我们惭愧 小小年纪就该学会无畏 有些人我到老能有真心机会 爱不会忘了有望好想流泪 梦不会就让我和最后一杯 看儿女情长 又伤心头又沉醉 那一副一笑的模样很美 小小年纪就要学会面对 有些事想起来真让我们惭愧 小小年纪就该学会无畏 有些人我到老能有真心机会 小小年纪就要学会面对 有些事想起来真让我们惭愧 小小小年纪就该学会无畏 有些人我到老能有真心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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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老很側